有些人就问我 这个佛 就着佛法 师尊已经跟大家讲解了 什么是着佛 着佛的法 谁也跟大家讲 就是谁怎么样子下降 佛怎么样子上升 这是讲的是正佛 而不是杂佛 不是造佛 不是的 但是我们每一个人 做禅定的时候 一定要清凉佛 很清凉的心 清凉的佛 呼吸非常的均匀 这个吐吶 都很正常 很均匀 这样子的吐吶 这个念头 几乎快要停止了 就快要没有念头 你才能够入禅定 你入了禅定 才能够产生智慧 你如果佛能够进入你的中脉 就表示它已经是智慧的佛 就是智慧的佛 入了中脉的气 就是智慧气 入了中脉的佛 就是智慧佛 入了中脉的明点 它本身就是清净 所以在密教的修行大研满里面 它本身讲佛 地 水 佛 轰 都是有用处的 都有它的用处存在 那这个佛你们会想说 那佛从哪里来呢 就是你的温度 那么温度如何让它变成 能够进入中脉呢 那时候我就跟大家讲 你着火法的基础 先修着火法的基础 它就产生温度 那温度到了前身的时候 再把像你做附魔 把自己观想进入佛里面 那么跟本尊再合一 再产生那一种光点 在你的顶峭 再从顶峭下去 再上来 再下去上来 夏季上来 其实 这也就是 这个修火部 火光三昧的方法 当你全身都是佛的时候 都是 这个佛本身便不是很热 或者怎么样 不会把你烧的 这个好像说全身都热 都好像发烧一样 不是 而是你感觉到有佛 有温度 但是它还是清凉的 在这一种的禅定 就叫做火光三昧 你能够进入禅定 佛的定里面 就叫做火光三昧 这个在佛教里面 是有提到 有水光三昧跟火光三昧 有人进入禅定 水光三昧里面 他这个神行就到海里面 看到鱼啊 在他身体里面游来游去游来游去 然后他出了定以后 发觉还有鱼在里面 他还要再进入定中 再把鱼再放出来 再把鱼放出来 火光三昧比较没有这个现象 但是他那个火光三昧真正要入灭的时候 他引起三昧真佛 你由丹田的地方引起三昧真佛 像真佛在燃烧一样 把你的细胞全就烧成灭 你的人还坐在那里 其实你的佛性已经到了佛国 那么所有的那些身体还在 但是你只要一碰 他整个就变成细沙这样子 就是剩下一堆飞 一堆沙一样的 这些火光三昧定当中的 所谓的得到才有这种现象 虚云老和尚的传记里面 有一个种菜的 在田谱里面的 这个他们种菜的叫菜头 这个 在厨房的叫做火头 一个菜头的一个和尚 平时修 修这个火布 修到最后他全身燃火 大家看到 诶 什么菜园有火光啊 追过去看 原来他入了火光三昧 那么火熄掉以后 大家去摸他的身体 那个修云老和尚说 不用不要摸不要摸 不要去触他 因为一碰他 他就会变成细沙 整个就消失掉 这个修云老和尚也有记载到这件事情 那是入火光三昧定 然后延吉的一个高升 所以修行有修到这样子的程度 这个都是非常难得的 也是很真实的 这是大研满佛部的修行 那么你必须要用念头 在你顶上 有一个圆圈的红色花热的光 可以想象他的大小 像米粒一样就可以 越细越好 像米粒一样 可以进到里面 你们在这个做附魔 如果自己有在做附魔 观想自己在佛里面 那全身也会热起来 都是用念头的力量 让佛产生热 跟光 跟力量 很害怕 跟力量 ονox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